8年前日本东北发生311大地震 造成海啸跟辐射外泄的灾情 就在地震发生后三个月 当时的台湾舞蹈家协会秘书长 也是传播媒体协会秘书长的陈文旭 就协调十多名舞蹈老师 组团到辅导县里盘梯高原的北沿园村 举办震灾一眼为地震的灾民加油打气 8年后的2019年4月30号 福岛县政府北沿园村村议厂 特别邀请这些舞蹈老师 回到当时的灾区参加樱花祭 以及平成跟令和更换国号的庆祝活动 并且颁发感谢状给陈文旭秘书长 感谢他们8年前来到碧南村 正在一眼的勇气跟精神 本当に福島復興のためにご尽力を賜らせ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一歩一歩前進していますから 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这次来到日本福岛就地重游的舞蹈老师 临凤、新竹市的王子瑞、嘉义市的孙嘉蓉、孙树梅 跟高雄市的蔡秀霞 五名舞蹈老师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 在村民活动中心会馆 先是观摩当地里盘梯高原著名的阿波舞 随后带领十多名学生 演出一场20多分钟精彩的舞蹈 获得很多日本贵宾的掌声 除了表演舞蹈跟当时的詹明见面之外 老师们也参访惠金若松市的贺之城 珠苗带丁的野口英式纪念馆 里盘梯高原最有名的五色枣 快圆湖跟三千棵的樱花林 见证了福岛大地震之后 当地民众坚强的生命力 以及灾后重建的成果 也让大家住在当地最有名的远藤温泉民宿 亲自体验手工马蜀 还可以到附近看樱花 这张漂亮哦 我就说你看那边刚好很美 这张漂亮哦 怎样 小萱的下巴也很尖 哦好重哦 这怎么可能 要拍什么 其实现在的感觉 当然就是全体一样 大家都更开心的感觉 然后看到他们呢 那个景致啊也很美 然后呢所有的像那个建设的部分 跟八年起比起来 真的越来越旺盛这样 好赞 赞赞赞 但是这次来的话我们觉得 大家对我们的礼遇 还有对我们的照顾 那我们感觉从回就地 就像回到自己的凹桃厨 娘家 对 八年前来跳的时候 是带着一个 有一点蛮感伤的 但是这八年后的这次回来 感觉非常的开心跟快乐 而且非常的温馨 八年后再回来 这边特别感动 而且特别温馨 然后也非常振奋我们的精神 因为他们日本 真的进步太快太快了 宁和元年5月1号晚间 被沿原村村长小梁敏一 村医长小梁真 还特别准备了丰富的晚宴 热情的招待这些 当时带给他们欢乐跟勇气的天使 以及水醒的台湾媒体 小梁敏一说 目前里盘梯高原度假区 外国观光客 以台湾人最多 每年有一万多人 希望一两年之内 能够吸引三万名以上的 台湾观光客到来 让更多人见证台日坚定的友谊 生命的坚强 跟人性的真善美 记者肖又金 陈文旭 朱克明 日本福岛报导 台湾日团 敬请加油 日本和台湾途中 祝福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